这个男人上一秒就下一个女生 下一秒就开始悬崖狂奔 几分钟前 阿猛为了给林子补过生日出来野餐 实则更像是阿猛带林子来爬山 阿猛意识这次行程没有问阿莎的意见 对林子来说却是不小的考验 终于他们来到山顶 准备野餐 林子刚把阿猛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凶针拿下来 一只不知道哪来的小鸟 来了个顺手牵羊 林子抓住衣服紧紧不放手 阿猛见状 大喊我不做人了 一手抓住林子 还有便当和花冠 一个都没少 一块跟阿猛悬崖马拉松 只听见山崖一声巨响 还好阿猛是顶级肉店 林子也安然无恙 但也因此被困山谷野 爬也不太可能爬上去 手机也很自觉地没了信号 就这样 第一次外出野餐就遇险了 阿猛想着爬树来看看视野 看完后就知道有路可以走 因为那边有轻微的汽车声 但是路程比较远 可能走到路旁就到明天了 这也意味着今晚他们要在外头度过 想到这里 林子的脸红得比泡泡茶壶还茶壶 此时 阿猛他们走到天快飞了 只能原地休息了 阿猛展现出自己的野外生存技能 直接给林子搭了一个减板的豪华大床 阿猛他们吃完便当 突然听见草丛有动静 钻出了一只野猪 不过遇上阿猛也只是个战武渣 在阿猛的守护下 他们度过了这个夜晚 早晨起来 林子发现阿猛身边有好多小动物 阿猛像是成了森林之王的奶 终于他们走出去了 坐上公车的途中 林子的闺蜜们知道林子和阿猛两人昨晚没回 发消息让林子过来老实交代 一群吃瓜群众兴奋极了 ちょっと 死了かと思った 嘻嘻 阿猛 ドキドキしすぎて心臓壊れちゃうかと思った 初めてだったし ずっと外だったし 一、外? でも、武雄君だから安心できた 猪とか出たけど ぐっすり眠れた 何?